但是我特别希望丁辉能够拿到最后的购书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说到像裸词这个词 大家会觉得很贬义 你是裸词的 你辞去了上一个工作 因为我在一学院那时候 我觉得每天就是精神都快崩溃 我觉得我离开那个学校 去到音乐学院也是我的一种裸词 那大家可能会第一反应就是 啊一学院你为什么学不下去呢 我说很难 那大家可能会笑 就觉得为什么难 那种难就是没有人去能够体会到的 我每天只是两小子什么之类的 没有人会去理解你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 我在一学那时候 就每天就是精神都快崩溃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我在继续那样的生活 我在继续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我整个人可能会坏掉 所以我觉得如果裸词在某个程度上 是在解救自己 我觉得是应该要提倡他敢于裸词的 除非但是一定要你想清楚 如果你有目标 你是为了达到目标 必须得辞掉现在的工作 我觉得是OK的 冰辉我觉得他会排到最后 就是因为他简历与别人相比 确实不够那么出彩 但是他身上就是这种单点的爆发力 又比较强 所以这一点可能 如果我作为老板会考虑给他机会 但他确实不会排名靠前 对 裸词其实还是需要勇气的 对 不用质疑他一定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一定会非常关注他到底 他的人物命运